消毒消毒再消毒 坪林地区环境进行大清销 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出现 坪林区长周庆珍不敢大意 紧急应对 由清洁队做环境消毒 疫情爆发后 确诊案例集中于板桥中和等地 所谓确诊者在坪林出现 公所方面即刻应对 在我们知道这个个案的第一时间 我们公所就已经快速的去掌握了 我们这个个案的足迹 还有它的接触室 我们在它走过的地方 还有住家的附近 我们都请了清洁队的同仁 快速的去做大规模的喷销消毒 那对于接触过的人员 我们也匡列了 而且也都告知 这些曾经跟个案接触的人 一定要留在家里 做自我的健康的监测 坪林大清销包含大林里 石草里等社区 以及茶博馆 坪林老街等观光区 全都仔细消毒 不遗漏每一个细节 消灭病毒阻断传播链 让坪林区的居民安心 除了消毒之外 区长周庆珍表示 坪林区一带景点及步道 也早已全数封闭 请民众不要恐慌 并配合居家防疫更低度生活 共同挺过疫情难关 记者简明山综合报导